大家好 今天我们聊一下种茄子的时候 如何杀掉茄子上的跳跳虫 Fully beetles 茄子上这种跳跳虫长得特别像跳扫 所以叫Fully beetles 它特别的能跳 然后也能飞一段的距离 所以你要用手捉的时候也不是很好捉 而且这个东西一旦繁殖起来 它的量是特别大的 我们前几年不知道怎么用有机的杀虫剂除它的时候 就特别的头疼 然后感觉试了各种办法也不起作用 它还不像菜青虫那种 长得个头比较大 也比较容易被发现 好多时候如果量不大的话 用手就可以除掉 这种跳跳虫太小了 手根本捉不住 你还没碰到它它就跳走了 而且最主要它后边繁殖起来 量特别大 破坏力也很惊人 就别看它各手小 吃起茄子叶子来是一点都不含糊 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 就是量大了之后 可能过个一两天 你发现你茄子上面变成网格了 然后叶片变得透明 然后是一丝一丝的那种形状 这样会严重影响茄子苗的生长 尤其是小的茄子苗 即便你的茄子苗已经长得很大了 如果受到这种跳跳虫的迫害 它也很难生长好 即便是这颗苗能勉强的活下来 长起来 茄子茄子的产量和质量也会严重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一旦发现有这种跳跳虫的踪迹 就要及时的给它清除掉 我前些年种不太好这个茄子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我这个区域跳跳虫太多了 然后我又没找到一个有机的杀灭办法 我尝试了很多办法 直到去年发现了这种东西 它的英文名字叫做Parisens 中文名是除虫举止 我们去年大规模试用了之后 发现效果特别好 所以后来我们种茄子的信心一下就增强了 其实种菜的过程中就是一个难题接着一个难题的解决 只要你解决之后发现就是触类旁通的 当大部分难题都有解决办法的时候 你发现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 就感觉种菜一下就变得很容易了 我们使用这种除虫举止的时候 把1到1.4盎司的这种杀虫剂 加到一加仑的水里面进行稀释 1到1.4盎司大概就是两到三大勺的样子 稀释好之后我们需要在清晨早一些的时候 或者是傍晚的时候把它喷到茄子页面上 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这种杀虫剂误伤密封 虽然它是有机的杀虫剂 但是也是杀虫剂 对很多的昆虫都是有伤害的 不管你是异虫也好 害虫也好 尤其是密封 我们肯定不希望这种杀虫剂误伤我们的密封 好了就先说这么多吧 我得抓紧时间去稀释一下这个杀虫剂 现在刚好是傍晚 我稀释好之后 抓紧时间给我的茄子苗喷一喷 然后一加仑是加两大勺 一勺 这颗就被咬得挺厉害吧 对这颗又被晒又被咬 上面都是洞 除虫举止是一种来源于植物的天然的除虫剂 同时也是一种强效的广谱的除虫剂 它能够杀灭许多卫生和农林的害虫 并且没有抗药性 它对人和动物的毒性也非常小 并且没有残留污染环境 是有机种菜 特别是大规模有机种菜杀面害虫的不错的选择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即便是有机杀虫剂 我们也要按照使用说明严格的使用 不能乱用和过量使用 同时一个好的实践是 在蔬菜瓜果采收前一周之内 不要使用任何的除虫剂 哪怕是纯天然的和有机的 我们要在蔬菜丰收的同时 把安全风险降到最低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次再聊 嗯 看 看 看这个虫子 对呀 它到处爬找虫子 只要可以去就可以找 对 它会把那个虫子都吃掉的 你不要吓到它 哦哦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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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它吃饭了 你不要乱七处那种 对 对 对 那个虫子 我们下二六都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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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